共享這個感恩節的這個火雞大餐喔 真的很大隻 而且還看到有淋上那個醬汁 真的 因為不是我們做的啦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的吃 啊,就是很 超錯餓的耶 就是 怎麼 對,怎麼會 然後 怎麼 就是 就是 他一切都太 讓人家意想不到 我覺得真的要睡飽耶 我覺得睡眠很重要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睡眠一不足 然後你又要半夜這樣跑 這樣子 露 我覺得這樣子 身體再怎麼樣都會扛不住 你沒有什麼壞 沒有壞習慣 然後很有禮貌 他看起來不像心臟有問題 完全看不出來 但我覺得他其實 一直在挑戰自己的極限 因為 時差嘛 就是日夜顛倒 其實 在人體日夜顛倒的時候 其實身體很多器官 本來就是應該休息的 就之前跟他打過幾次 對啊,他跑全場 他也不會喘啊 也不會怎麼樣 就覺得他吃體力很好的一個男孩 前幾年嗎 前幾年 前幾年的時候 對 那你上次跟他打球 你還記得是什麼時候 很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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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入G2的時候 然後那天天氣特別熱 然後在台中 然後還有玩泡泡足球 他整個已經熱到快中暑了 然後你整個人就塞在泡泡足球裡面 然後我就一直聚 然後跟許夢夢 Haw一邊一直醬 裡面開始缺氧 因為你會一直呼吸 一直想要呼吸 後來變得體內二氧化碳太多 我整個一直臉色... 融白到不行 然後製作人馬上喊咖 然後把我拉到旁邊去然後休息 製作單位有警覺 製作單位那時候有警覺到 喔不行沒有 那你到旁邊休息一下 然後趕快喝水這樣,那一泡我就先沒用 所以我覺得對,就是需要大家互相的關切 既然出去外面一起工作就是一個team 就是家人的感覺 不能說你只顧你自己 你要照顧一下你周圍、周遭的朋友 還有現在就是比較多石鏡秀 那石鏡秀其實在發生當下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先預警的 因為我們錄影我們都還可以看 但石鏡秀其實就會更難 所以我們下次錄影的時候一定要多看看旁邊的人